如果孟敬贤没死 果郡王会不会爱上他呢 按照剧中果郡王的痴情人设 答案是不会 但如果孟敬贤没死 他在果郡王心中一定会远超幻壁 甚至他和果郡王的相处模式都会转变 第一点 孟敬贤有才华有学识 大家族出身的孟敬贤 诗词歌赋水平远在幻壁之上 和幻壁比起来 孟敬贤明显和果郡王更有共同话题 毕竟幻壁的文化水平咱们也是知道的 当竹甄嬛受了宋芝的气 刘朱气不过 免不得性子极了些 而甄嬛却用杜甫的诗考幻壁和刘朱 杜甫前出赛的第六首是怎么说的 摄人先摄马 停嘴 先秦王 诶 听见了吧 是刘朱打出来的 要知道幻壁在甄府都是当小姐宠的 在诗词上怎么比不过刘朱呢 如果说这次的考核是甄嬛出给刘朱的 那么咱再看幻壁照顾果郡王期间 果郡王望着风筝想起了甄嬛的处境 你看那天上的风筝 看着飞得那么高 其实只有游死一线牵着 都不牢靠 原来我也喜欢看风筝 好家伙 这简直就是鸡同鸭讲呀 我说我的心上人处于危险境地 你却暗暗高兴自己知道了我的喜好 单从幻壁和果郡王相处的模式 可见幻壁嫁入果郡王府后的情形 更何况幻壁就像低段位的皇后 同样靠着姐姐上位 同样嫉妒姐姐 同样爱男人比爱姐姐还多 同样争强好胜难以容忍 同样不被自己深爱的男人深爱 在这种爱而不得的情况下 一旦幻壁看到孟敬贤和果郡王洽谈 他走向反面只是时间问题 第二点 孟敬贤很聪明 别看孟敬贤表面上平淡如菊 不争不抢 实际上孟敬贤的心机藏得很深 单从孟敬贤加入果郡王府当晚来看 他已经做好了争宠的准备 一开始孟敬贤拿捏不准果郡王爱不爱幻壁 直到看到幻壁也像他一样投其所好 孟敬贤终于知道 原来外界传言都是假的 所以孟敬贤慢慢地丢掉了病泱泱人设 正式加入争宠大赛中 在这场争宠大赛中 幻壁由最开始的果郡王 带我比带孟敬贤好 转变成进攻找甄嬛诉苦 不愿回果郡王府 幻壁的地位的转变 可见孟敬贤有两把刷子 那么孟敬贤究竟有多聪明呢 从他猜出果郡王和甄嬛有意退 特意在甄嬛面前和果郡王拉手试探甄嬛 以及幻壁对孟敬贤的评价 情敌都夸聪明 可见孟敬贤确实不简单 加上孟敬贤在公宴上化身人形壁毒块 为了甄嬛和六弹挡刀 孟敬贤中毒之后又生下果郡王的孩子 这番操作下来 不管孟敬贤是死是活 总之果郡王对他的愧疚没得跑了 毕竟当初安详鸟失去生育能力之后 皇后说过这么一番话 聪明的孟敬贤不可能不知道这番理 所以如果孟敬贤没死 他一定会利用果郡王对他的愧疚 牢牢把果郡王握在手里 就算他在果郡王心中的地位不及甄嬛 起码远在幻璧之上是没问题的 第三点 孟敬贤比幻璧更懂果郡王 虽然幻璧和果郡王相处的时间 要比孟敬贤与果郡王相处的时间长 但幻璧只能在衣食起居上懂果郡王 在精神上还是孟敬贤极高一筹 更何况孟敬贤猜出果郡王和甄嬛有染 他没有把事情挑明以此来威胁果郡王 而是假扮甄嬛灌罪果郡王换来了身孕 虽然中毒之后孟敬贤把真相说了出来 但是假扮甄嬛这一段孟敬贤没说 不过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醉酒后真的能为爱鼓掌吗 百度上说可能性很小 所以很有可能果郡王和温太医一样 那夜的酒还不足以让我动容 让果郡王动容的是费力讨好的孟敬贤 不信咱看孟敬贤中毒后果郡王的神情 我会陪着你 我会一直都陪着你 这担忧的眼神恨不得把手贴在自己额头的模样 很明显果郡王对孟敬贤的态度早就变了 孟敬贤对他来说已经不是好好养着就行 大概从长久的相处中 果郡王开始欣赏孟敬贤的才华 从孟敬贤怀孕后 果郡王也会时刻担心他们母子的状况 在果郡王心中 甄嬛是他唯一的妻子 但是如果孟敬贤没死 果郡王一定会和孟敬贤相敬如兵 毕竟他俩还有个共同的孩子 这条线牵在中间 换臂永远越不过呀 因为甄嬛清楚端妃深爱着皇上 只要他说出皇上离开苏佩胜之后的处境 端妃一定会担心皇上身边没有可用的人 所以甄嬛不说自己需要崔锦西 而是明里暗里的提示端妃皇上离不开苏佩胜 果不其然 深夜皇上来端妃宫中谈心的时候 端妃瞧着皇上神情不好 立马用孟子论 替苏佩胜和崔锦西说话 皇上觉得端妃的话入情入礼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皇上跑去找甄嬛 说起他昨晚和端妃夜谈的心得 甄嬛一听端妃帮自己的战队说话了 心中立马有了实诚的把握 因此在这场营救苏佩胜和崔锦西的大赛中 甄嬛说的话那叫一个漂亮 下面咱们来细细分析 甄嬛是如何说的 从皇上说起自己与端妃的夜谈心得中 甄嬛得知端妃是站在自己这边的 所以甄嬛第一时间肯定了端妃 端妃娘娘久在宫中 见识深远 甄嬛为什么要肯定端妃德高望重呢 很明显甄嬛是要告诉皇上 如今后宫除了皇后 就属端妃最有权威 像端妃这么一个说话有分量的人 他都觉得苏佩胜和崔锦西对时无伤大雅 其他人割那儿逼逼刀啥呢 肯定完端妃之后 甄嬛立马给皇上戴高帽 而皇上素来宽人代下 队内对外都是英明睿智 前一秒说端妃的好 后一秒又夸皇上仁慈 仁慈这顶高帽戴在头上 皇上还好意思杀苏佩胜和崔锦西吗 瞧着皇上拿不定主意的模样 甄嬛趁热打铁 搬出了皇上的白月光纯圆 臣妾眼见前朝稳固 遥想当年纯圆皇后为福建 治理王府的风姿 若是今日纯圆皇后还在 后宫更会气象一心 瞧瞧皇上的神情 一说纯圆他就来劲了 换作以前的甄嬛早就气得不行了 可现在甄嬛一心只想捞人 管他皇上心里想的爱的是纯圆还是纯芳 甄嬛只顾着夸赞纯圆对下人 也是慈悲为怀 目的是勾起皇上的旧情 毕竟在皇上心中 纯圆就是真善美的代表 如果换成纯圆来处理苏培圣和崔锦熙的事 不说纯圆会成全他们 至少是会饶恕他们的 当今皇后是纯圆皇后的亲妹妹 彼此性情自然是一路的 皇后娘娘 虽说要以锦熙与苏培圣之事 惩戒后宫 大约 也不会真要了他们的性命吧 听到这儿 不得不让人直呼好家伙 甄嬛明知道夷修的心狠手辣 明知道在皇上心中 夷修远不如纯圆 他还非要拿夷修和纯圆做比较 这对皇上来说 简直是污染了自己的白月光 毕竟夷修为了扳倒甄嬛 曾派人到甄嬛宫中 搜崔锦熙的房间 而且还亲自把苏培圣和崔锦熙 打入慎行司 对于夷修不与自己 知悔一生的抓人的做法 皇上心中早就不满了 夷修如何能与纯圆相提并论 瞧着效果达到了 甄嬛立马打起感情牌 表面上甄嬛说着自己和崔锦熙的情谊 实际上却是在说崔锦熙服侍我几年 我就这样舍不得她 人家苏培圣可是从小就陪在你身边的 这会儿你不唠唠 你还有没有心呢 果不其然这几句话下去 皇上想明白了 立马下旨放人 而甄嬛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救出了人 从上可见 甄嬛还真是语言大师呢 一番话下来 既夸了端妃夸了皇上 又让皇上对遗袖不满 最后还成功捞出了自己宫里的人 怪不得华妃说甄嬛是后宫语文科代表 这张嘴也是怪儿会说的 宛平 你可知罪 甄嬛闻言赶忙在太后面前蹲下 臣妾惶恐不知 还请太后明示 甄嬛一味装傻 已经让太后失去耐心 于是太后直接开门见山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以妃嫔之身 敢于朝政 因为太后的语气过于严厉 梅姐姐也开始替甄嬛担忧起来 一时间竟是手足无措 太后 太后见状罕见得对梅姐姐说了一句重话 哀家问她呢 你慌张什么 太后不明白 梅姐姐怎么就对甄嬛这么信任 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情况下 张口就要替甄嬛辩白 这样的纯良心性 怎么玩得过甄嬛的八百个心眼 对此太后简直恨铁不成钢 甄嬛身至后宫嫔妃干预 朝政是大罪 因此她必须咬紧牙关 坚决不能承认 确有此事 甄嬛的举动在太后眼里相当于不见棺材不落泪 于是太后直接抛出甄嬛的犯罪事实 哀家准你自己说 追风太妃一事 你有多少赞义其中 原来甄嬛除了提出给华妃复卫 还曾建议大胖局追风太妃 太后把话说得这么具体清晰 甄嬛心之不能轻易蒙棍过去 但怎么回答却是一桩相当考验智商与情商的难事 毕竟要是回答不好 可是要掉脑袋的 不过咱们缓缓速有女中诸葛之称 双伤与反应速度皆是一绝 太后明鉴 皇上是圣明之君 追风太妃之事心中早有决断 其实臣妾可以左右 臣妾愚昧 以为追风太妃是后宫之事 才敢略说一二句话 若说朝政是绝不敢有丝毫沾染的 虽然甄嬛的回答合情合理 但太后并不买账 纵使你无异于朝政大事 你敢说 这件事中你没有半点私心 不得不说 太后不愧是上界攻斗冠军 她问题尤其敏锐 旁人想要糊弄太后 可谓难如邓天 甄嬛纵有女主光环 在太后面前回话也得小心翼翼 不过在追风太妃仪式上 甄嬛本就没有什么好处可捞 只不过是为了替大胖菊分忧 才提出这个建议 于是甄嬛巨石回答 见甄嬛说的恳切不像是撒谎的样子 太后便暂时放过了她 既然甄嬛说一切都是为大胖菊着想 太后也就顺着甄嬛的话头 规劝她和梅姐姐 梅姐姐自从经历甲运事件以后 就对大胖菊心悔意冷 太后虽然喜欢梅姐姐在自己跟前尽孝 可是为了梅姐姐的虔诚着想 太后认为梅姐姐还是应该在大胖菊身上多花心思 至于甄嬛 太后原本就觉得她甘症过多 现在说这番话 就是在提醒甄嬛 嫔妃的本分是尽心侍奉皇帝 为皇帝生儿育女 可别做出愉悦本分的事 讲完这段劝告之词后 太后又提起华菲复位的事 这里其实太后耍了一个小心机 太后不是不知道梅姐姐痛恨华菲 所以此时她故意当着梅姐姐的面 询问甄嬛这事 其中意图就很耐人寻味了 我认为太后这样做的目的是 为了让梅姐姐看清甄嬛的心机 以后和甄嬛相处时多留一个心眼 别太盲目相信甄嬛 估计甄嬛此时正在心里吐槽大胖菊 怎么什么事都往外说 但事已至此她也只能承认 见甄嬛对这事公认不讳 太后意味深长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其实甄嬛对华菲的恨意 并不比梅姐姐少 毕竟从表面上看 甄嬛小产可是华菲造成的 但嬛嬛却能按下个人情绪 劝自己的枕边人给自己仇人复位 俗话说忍自头上一把刀 一个女人能忍到这种地步 必然是在谋划更大的事 甄嬛听太后的说话语气不对 直到太后定是起了疑心 便连忙解释 恨请太后明鉴 居室之下 前朝要安抚人心 后宫也要 臣妾不能为了一己私怨 而干扰国事大局 这件事情 总得有人受委屈 臣妾情愿自己受这个委屈 甄嬛讲话如此滴水不漏 太后也没有办法再挑她的刺 只好咽其息骨 假意安抚她 要说太后是懂卖队友的 前面刚卖了大胖渠 现在又开始卖皇后 这番话可以说是赤裸裸的警告 但太后觉得尤为不够 于是等梅姐姐离开以后 太后又单独留下甄嬛开小会 古语说女子无才便是德 哀家觉得不通 可是太有才了 也会有薄命之险 这后宫里 虽说你们只是一介女流 却是个女人一哭一笑 都能引发前朝风吹草动的地方 自己的一言一行 谨慎着吧 至此这场惊心动魄的约谈 终于顺理结束 不得不感叹太后的气场真的很强 也就是咱们缓缓够稳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换了别的嫔妃 定然扛不住太后如此威严的兴时问罪